哈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左依 哈囉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那個施柏軒 嗨柏軒你好 嗯,你好 嗯 老闆你好 舊姨你好 老闆,我有想要問的問題 嘿,什麼樣的問題讓你問 就是很高興認識老闆 就是在我們因為上這個課 然後在班上認識老闆 那我們剛好也同組 就這裡想要問老闆說 老闆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其實蠻多的 因為你們會想像不到 我居然我喜歡直排輪 所以平常都有在滑嗎 最近沒有在滑 因為有受傷 所以最近沒有在滑 可是之前的話 我有去那個南港的極限場 然後去那裡滑 對 哇賽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興趣耶 對啊,蠻刺激的 所以常常會去玩一些極限運動 對啊,之前比較喜歡刺激 冒險精神 對,但是也摔著蠻慘的 怎麼說 你覺得最嚴重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在滑那個U型的時候啊 然後不小心 然後頭就往後倒 然後就去撞到那個地板 然後整個人 好像前面有很多很多的星星跑出來這樣 所以電影裡面那個形容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因為星星是真的會跑出來 天啊 我真的看不出來 老闆你好厲害 我之前就是也會嚮往 嘗試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會害怕 其實我也是會害怕的 但是你又喜歡刺激 對啊 老闆你好矛盾 但是 站在上面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 好吧 就讓他去了吧 放手一搏的感覺 對 每次 要下去的時候 我都會跟自己講 反正就下去了 就會知道結果了 這個感覺怎麼 怎麼就覺得好像也是 跳旋來 成就你成為一個老闆 也是一個很大相關的個性 對啊 因為我真的是喜歡冒險 所以你的創業之路也是這樣嗎 對啊 就是我總共開到現在 應該開四五個公司過了 四五個公司 對 然後之前的公司都是 賠錢收起來 賠錢收起來 然後再開 賠錢收起來再蓋 這樣 哇 既然老闆剛好提到了 我們從興趣到公司囉 對啊 既然老闆剛好提到了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心路歷程 那我就是 也想要緊接著問老闆說 你覺得這段路程上 讓你印象最深刻 最難過的那個關卡是什麼 我最難過的關卡就是 我有一個客戶 然後我真的很盡心盡力的為他服務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跟他收定金 然後連續三個月 然後虧了一百多萬 然後沒有收到錢 那時候他要跳票的時候 是尾牙的前一天 他居然要我請他吃尾牙 隔天就跳票了 我就覺得我超傻眼的 哇天啊 這一百萬不小耶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那這件事情是發生在你事業剛起步還是過程 差不多我事業差不多開兩年多的時候 兩年多這樣算剛起步耶 對啊對啊 哇那時候這麼難熬你是怎麼樣度過他 是不是有遇到貴人啊 還是那時候一個轉念 其實我沒有遇到貴人 那時候我是真的蠻挫折的 但是我的個性就是我不信邪 我知道說我是不是有哪裡是做錯的 我哪裡的能力是需要補足的 所以我一直在找尋能增加我能力的方法 在初務中學習 對啊 因為花蠻多錢在學習上面 也花蠻多錢去開公司 然後去學經驗 對啊 也是因為這樣所以老闆非常熱愛學習 對 學習各種不同面向 沒有錯沒有錯 因為我從26歲開始開公司 但是我從差不多30歲 我就開始學習 我可以講坦白一句話 我投資在我身上應該超過600萬有 你有算過 有 因為我每一次花的錢 真的都是蠻多的 所以就是當你學習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是很願意花錢去投注在那件事務上 對啊 我是蠻願意學習的 但是我有一個缺點就是我沒有下骨功去練 對啊 就是你對每件事情都保持著一個 準備要學習的時候就是熱忱非常高 可是碰完之後你就會開始決定 我要用多大的 繼續鑽研下去 就是那個鑽研的那個 深度還不夠 那你覺得你學這麼多東西 讓你覺得就是兩個領域差最遠的是哪兩項 領域差最遠的是哪兩項 譬如我們現在的班級是網紅 對 網紅食物直播 直播食物班嘛 對 那你覺得這個跟你自己本身的行業 還是說你還有學過哪一個 跟這個領域差最多的 心靈成長 對啊 因為我一直在某個地方 然後一直上課 到現在我已經上十幾年了 十幾年的心靈成長 對對對 心靈成長的課程 好酷喔 那是不是心靈成長這個課程 就是你接觸過這麼多課程 你也發現說它的範圍也非常廣 對啊 因為我現在在學的那個心靈成長的顧問公司 它是有關於跟人有關係的 只要跟人有關係的課程 然後增加跟人有關係的能力 那一邊都可以讓我找到答案這樣 哦 所以你在裡面 你覺得你的收穫算蠻多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啊就是 要打掉重練 我是真的從 從 那個基礎開始學習這樣 對啊 我的人生 每一件事情 真的要從我的基礎開始 所以那個地方讓我看到說 我過去的基礎是不好的 對啊 因為我過去是真的 都不願意讀書的那一種人 你知道我就好奇了 老闆你的本科是什麼 你說在學的時候 我是學電子的 原本就是學電子 對對對 那原本你學電子 就是在你讀書的時候 你本來想像你未來想要做什麼工作 我想做一個工程師 對 可是 畢業之後就不一樣了 我就覺得 那已經變成不是我的興趣了 是畢業的時候發現的嗎 對啊 因為在學之前 我覺得我對電子滿有興趣的 可是 你讀完之後 你覺得 哇 好難喔 它不會僵視我以後的一個職業 對 那你這樣畢業之後第一個工作是 就是印刷 直接就是印刷 對啊 所以你剛剛說的那個四五間公司都是印刷 其中有一間不是 其中有一間不是 其中有一間是 其中有一間是 方便透露嗎 方便透露嗎 那個是比較有一點邪門外道 它是遊樂場 對 遊樂場 就是那一種賭博性電玩 真的很跳動 對啊 那時候是 就是 那個 政府正在進那個賭博性電玩的那一個 史段這樣 嗯 所以那一個 那一個史段真的也賠蠻多的 嗯 對啊 我在老闆身上看到非常多 就是 他願意去嘗試 然後 也願意在學習上 花很多就是心血投注啦 其實 常常聽人家說 要讓一個不同領域的東西變成專業 其實就是在裡面學習個三至四年 然後 認真的去 嗯 感受在其中 其實三次 三至四年 他其實也可以變成你的另外一項專業 所以像老闆剛剛提到的 心靈成長系列有十年嗎 其實我覺得 他應該也算是你的專業之一了啦 應該也是啦 但是我都沒把它 那個 拿出來應用 就是實際的去使用 但是我知道我內心上面 其實我在我的內心我是快樂的 對 在老闆身上我也有看到 很棒的熱忱 熱情 還有刺激之心 然後今天非常高興跟老闆 就是聊到從興趣一直到他的職業 還有心路歷程 謝謝老闆 謝謝教育的訪問